第145章 没有如果 君墨和耶稣都是骄傲的人 也都是强大的人 只是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因为骄傲而强大 还是因为强大而骄傲 两年前 曾经有一场秋雨 他们曾经在烂科寺里相遇 然后战斗 各自骄傲地转身 不看秋雨 不看剑 因为佛宗的缘故 未曾尽兴 今天 两人再次相遇 各出一剑 平分了青霞前的秋色 即将到来的是第三剑 第三剑而已 看上去这场战斗刚刚开始 但无论是对战的二人 还是原野间观战的数十万人 都感觉 这就是分胜负与生死的一剑 十八年前 在荒原上 在黑县的那一顿 因为冥王之子的将士 耶稣道心受机 尸出了少年时最强的一剑 把那株小树 斩成了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片 其后 他周游诸国 境界再增 手中的木剑变得越来越慢 由瞬间万剑变成千剑 百剑直至最后变成一剑 因为一剑就够了 秋风大作 青霞前的天地气息 仿佛受到了木剑的招引 自四面八方奔涌而来 天空里洒落的阳光被折射成怪异的形状 又若万马奔腾 受此震慑 无数金黄色的道骨随风而演 向北而去 原野间生出了一片金色的波浪 木剑行于盗浪之间 如极州前驱 耶稣不再停留原地 因为微飘 随木剑而去 道海金浪推动着如舟的木剑 在磅礴的天地元气的作用下 越来越快 快要变成一道闪电 耶稣的身形 却始终 坠在剑影之后 没有人能够飞这么快 欲剑而行 始终只是传说 更准确的说 除了夫子 始终连这种传说都没有 耶稣不是在欲剑而行 木剑是舟 他就是舟上的人 舟载着他 而不是他在推动舟 道海里一阵狂风 耶稣消失无踪 下一刻 他便来到了军末的身前 他的手握住了木剑的柄 屈膝 尘腰 直肘 翻腕 木剑刺向君墨的左胸 无比明亮的圣洁神灰 在剑身上亮起 青霞上空的太阳 在他初见之时 仿佛都暗淡了一分 不是天起 而是剑与天地融为一体 他把浩天的意志 尽数化为了自己的剑意 这 就是天意 木剑中 有天意 如何能必 运着天意的木剑 比先前那道决绝的铁剑 更难回答 生死可以无事 可天意 不可逃避 君墨记的老师 重复了很多遍那句话 没有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存在 除了浩天 他知道自己无法避开耶稣的这一剑 所以他没有避 他看都没有看一眼 刺向自己胸口的木剑 举起铁剑 砍了下去 砍是个很简单的动作 他做的也很简单 就这样砍了下去 不好回答的问题 那就不回答 就像宁缺当初没有进二层楼之前 给陈皮皮写的那道算题 算起来太复杂 那便不算了 不好解开的绳结 那就不去解 就像木佑 当年因为洗澡水冷了 把自己的头发编成一个结 结起来太麻烦 那便不解了 让小师弟说出答案就好 不告诉就拿门规对付他 让七师妹自己解开就好 不解开就拿剪刀剪了他 来到生前的这道木剑 很难回答 那便不回答 很难避开 那便不避 他拿着铁剑 就像拿起门规戒指 拿起剪刀一般 落了下去 君墨一直视小师叔为偶像 没有学过浩然气 但学过浩然剑 浩然之气 讲究的便是勇往直前 他握着铁剑 仿佛要把青霞里的所有巨石 全部挑起 无比壮酷 令人胸襟大畅 生出无尽舒爽痛快的感觉 在这道简单而畅快的铁剑前 没有神佛 也没有天 君墨神情平静 自信自己的铁剑 能在木剑临身之前 把耶稣砍成两半 这不是同归于尽 欲食俱焚 而是考量彼此的勇气 勇气 就是一种骄傲 世人皆知 书院二师兄 是这世间最骄傲之人 他 就是当世的第一勇者 青霞前 原野间的血与水 与那些死在他剑下的无数骑兵 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耶稣 也很骄傲 因为君墨此时表现出的骄傲 他愈发的骄傲 他 也没有比 木剑前行 刺君墨的左胸 看似顿而无风的木剑 瞬间 没入焦黑色的盔甲 盔甲下方引着的浮现 骤然明亮 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铁剑落下 却没有斩断耶稣的脖颈 因为被他背上的剑鞘挡住 在炙烈的光明里 那道看似毫不起眼的剑鞘 就像是狂暴海洋里的一面不翻 他拦截着风的力量 却给周以前进的动力 铁剑的风间正好刺在剑鞘里 因为剑身宽直 刺不进去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又都不是真实的 铁剑不是铁剑 木剑不是木剑 剑鞘也不是剑鞘 这些事物里最细微基础的结构中 都注满了无数的天地元气 这不再是剑与剑的对抗 而是念力与念力的对抗 两个天地的对抗 无数的天地元气狂暴而至 然后瞬间被无形的漩涡吞噬 进入到二人的世界里 再通过剑或剑鞘 猛烈的爆发出来 清霞前的天地元气被压缩到了极点 折射的天光变得更为扭曲 因为压缩的太过厉害 天地元气之间开始摩擦 泛出灼热的火焰 如果说 耶稣的那一剑是在清霞前点燃了一个小太阳 那么此时清霞前仿佛生出了一轮真正的太阳 无穷的光与热向着原野间喷洒 这是一个怎样绚丽的画面 看到这画面的人该是怎样的心神摇曳 可遗憾的是 就像是夫子在荒原斩神一般 因为光线太过炙烈 这幕画面根本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 柳白能够看见 叶红瑜也能够看见 他在神眼里一直沉默 低着头 似乎并不关心清霞处的局势 此时他终于忍不住抬起头来 一片光明中 君墨手中的铁剑继续下压 一声青丝 耶稣背上的剑鞘 被撕开一道破口 耶稣神情漠然 手中的木剑继续前行 木剑一寸一寸缩短 一部分进入均墨的胸膛 更多的碎成细碎的粉末 然后剧烈燃烧起来 就像是蜡烛一般 现在的局面 就是铁剑先破翻 还是木剑先破甲 蜡锯终究要成灰 燃烧的木剑越来越短 却依然没有破开君墨身上的盔甲 炙烈的光线中 耶稣的脸变得仿佛透明一般 根本没有任何表情 他继续向前递剑 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剑饼 一个光秃秃的剑饼 一声轻笑 耶稣一掌拍下 把整个剑饼 拍进了君墨的胸膛 以前 他的木剑没有饼 也没有剑鞘 现在 他的剑有饼 也有鞘 因为这些年来 他的修行 一直在后退 他在后退着前进 从万剑 到一剑 从看破 到不看 从世外 到世间 但今天这场战斗 他却一直在前进 没有一步后退 他的剑鞘 是他在尘世里所悟的牵绊 他的剑饼 是他在剑道上的全部精神 他用剑鞘 束缚住铁剑的锋芒 然后把所有的剑翼 拍进君墨的胸膛 君墨这些年的修行 就像他的铁剑 一样的简单 前进 前进 再前进 有进无退 有去无回 他向着一座座高峰前进 就在耶稣把剑饼 拍进他的胸膛时 他却忽然松开了剑饼 铁剑太宽 太直 如他的眉 不容易事 亦不容易翘 至少在短时间内 他无法破开耶稣的翘 就像解铁一样 那么他便不再破 他松开剑饼 在修行生涯里第一次做出了让步 但他的左脚却在满天的光明中向前踏了一步 他的右手紧握成拳 于秋风中握住了无限光明 砸向耶稣 一往无前的君墨 第一次让步 以退为进的耶稣 却决然地前进 两名修行界的绝世天才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里 竟是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对方 随随擅长的手段 却不知谁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当剑饼 墨进黑色的盔甲后 整个原野间都响起了一道撕裂的声音 仿佛是天空被谁撕开了 君墨的盔甲没有什么变化 上面残留着一些极细的木屑 他的身后却是荡起了一道极为恐怖的剑衣 那道剑衣直刺青霞 在崖壁上刺出了一道 深不知多少礼的剑洞 只是剑气一出 便有如此惊人的威力 那当面承受全部剑衣的君墨 又该如何呢 几乎是同时 君墨的拳头也落在了耶稣的身上 他的拳头里握着无限的光明 那都是青霞前的天地元气 而这些天地元气里 充斥着难以想象数量的剑衣 铁剑的剑衣 甚至有耶稣自己的剑衣 君墨松开了铁剑 然后握住了无数把剑 当他的拳头落在耶稣身上 便有万把剑落在了耶稣的身上 春风拂柳 细夜落水 朝阳出生 湖泛金光 岭东雪湖 狂风如刀 青霞前 安静无声 无数双目光 重新落在那处 紧张不安地看着那两个对面而站的人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耶稣忽然咳嗽起来 素色的衣衫上出现了无数道细密的血口 他看着君墨感慨说道 如果你没有这声盔甲 我不见得书 世间没有如果 君墨的脸上 君墨的脸上没有任何得胜的喜悦 所以不管怎么说 都是 我赢